好 大家那今天的视频呢 是教大家如果在迪拜省钱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在迪拜觉得一切都安全 但就是这个很不安全 如果你不小心住了几次七星宾馆 或者跳了几次伞 或许你真的裤头都要倒掉 我自己也经历了几次不安全的情况 当然有的时候你是可以避免 比如说你去饭店 结果发现一份蛋挞饭要200块 就是说我就可以走掉嘛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躲不掉的 我在迪拜只坐了一次出租车 车很好 车况也很好 只是我不想再做第二次了 好吧 大家我们现在在出租车上 我们大概上车有七分钟了吧 大概是60块钱了 一分钟一块钱 到最后坐了20分钟 一共是150多 那我为什么要坐出租车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知道出租车很贵 但是在最后一天 我们准备搭10点钟的航班 离开迪拜 我们一开始也是准备坐地铁去机场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迪拜的周五 地铁在10点钟才开门 在迪拜还有件事是我一开始觉得很奇怪 但是后来又慢慢接受的是 肯德基其实是最便宜的食物了 因为我们经常去普通的小饭店 吃一顿大概都要15迪拉姆左右 当然也不算贵 但这是基本上是最便宜的价格吧 但是如果你去肯德基的话 你发现这价格差不多 而且肯德基真的更便宜 所以如果你不想在吃的方面 花太多钱的话 你可能只能像我们一样 都能支持肯德基了 或者你更极端一点 可以吃到免费的食物 好吧 大家看到我后面又有一堆人在这吃饭 看一下咱们吃的怎么样 看我们一些土豆 这个是土豆 然后 这个是什么什么 红豆吧 也不是绿豆 鹰嘴豆 这个小鹰嘴豆 然后有些黄瓜 还有些蒜 有个饼 还有这个 这个挺好喝的 这个就是 算是草莓茶吧 当然如果你是一般有个 或者对花钱吃饭 没有太多偏见的话 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去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很偏的 你过去一趟也是很费劲 当然省钱归省钱 出门旅行最重要就是hive fun 大家都知道迪拜是沙漠气候 但是当你在城市里 几乎所有的室内环境都开着冰冰冷气 除了走在大山上 也可以感觉到天气非常的热 其他时候感觉根本和沙漠没什么联系 所以你在迪拜你也可以去冲山 有沟火保典还有自助餐 并且还很便宜 那我是在宾馆订的 当然你也可以网上订 但是我在宾馆订 好像是更便宜一点点吧 当然网上会订购更简单 但是偶尔线下也可以吧 那沖沙呢就是把你带到远离城市的地方 你可以一点一点感觉迪拜真的是沙漠城市 一开始还是高楼大战 后来还有些植被 接着真的是黄色的沙漠了 而且有趣一点是在城市里 你会看到街上的人都是西装隔离的 但是到了沙漠中他们都是这样的 现在我买个面纱 因为我刚看到他们那些 好多人没有门的面纱 现在真的是脸都是通红通红的 为了避免被下香我还是带一个 还得老马我们有伞 我们带着伞 在这里基本上所有人都带着面纱 哇 他们非洲人也会买个面纱带起来 那首先呢就是葱虾 主要就是司机带你到坑坑的地方飙车 还有我是不是忘记介绍了 我这个刚刚花了我将近15迪辆 30块钱才买的这个 真的是太贵了 有点类似过餐车吧 那冲沙完呢司机也会带你回营地 好吧那我现在到我们晚上吃饭的地方 这刚来还是很多人的 而且国人超级多 不得无论真的是国人 现在真是超级有钱 那晚餐就是很简单的自助餐啊 但是这也是免费的 一边吃晚餐一边看表演 如果你够运气的话 也可以看到黄昌舞PK2P 几分之后呢司机也会把你送回酒店 那因为我们住在老城区呢 所以我们也在老城区逛了一逛 远离高楼大厦也更有生活气息 没想到在迪拜竟然还可以看到三八大杠 哇 好了大家我们现在到这个黄金市场了 可是我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印度的闷霾 因为无论这里面的人 还有餐馆甚至商场 感觉都很有印度的 你会发现在老城区基本上都是印办人 那其实在迪拜或者整个阿联酋 基本上也是这样 外来人口占到了总数的将近85% 其中印度人占了27% 巴基斯坦占了12% 本地人也就占了本人口的12%左右 所以迪拜除了有很多本地土豪之外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外来的劳工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专门 了